咱们的学员张姐找到我 说最苦恼的事情 就是跟自己的儿子沟通 张姐的儿子今年上高一了 可能是进入到一个叛逆期的缘故 母子俩是经常发生争吵 有时候说不了两句 两个人就会吵架 更多的时候 儿子是连话都懒得跟他说 直接回自己的房间了 把门锁上 张姐说自己前两天回家 一进家门 就看到地板上随意放着一支篮球 孩子呢在沙发上玩手机 你看张姐对吧 也是上一天班了 本来就非常的疲劳 还得回去做饭 看到这个场景啊 就忍不住埋怨起来 对吧 你做也做了吗 就只要玩手机 你这篮球不要了是吧 每次打完就随便一扔 不要把它给扔了 结果呢张姐的孩子啊 不耐烦地从沙发上爬起来 走向自己的卧室 还低估了一句 正烦人 那这种情形啊 我们要如何去沟通 其实我们可以介入 非暴力沟通的四个要素 所谓非暴力沟通话 它包含了四点 第一就是观察 就是要留意发生的事情 就我们此刻观察到什么 不管是否喜欢 只是说出人们所做的事情 要点是要清晰地表达 观察的结果 而不是要加太多的评判 或者是评估 第二是感受 例如我是受伤 害怕 喜悦 开心气氛等等 非暴力沟通强调的是 感受的根源在于我们自身 我们的需要和期待 以及对他人言行的看法 导致我们的感受 别人的行为呢 可能会刺激我们 但它并不是我们感受的根源 我们要把愿望说得清楚 他人也就越可能会做出一个积极的回应 如果我们想利用他人内疚 我们通常采用办法是把自己的不愉快的感受归咎于对方 比如家长也许会跟孩子说 你成绩不好 让爸妈妈伤透了心 这言下之意 他们的快乐或者是不快乐 那是孩子的行为造成的 看到父母的痛苦 孩子可能会感到一点内疚 因此调整自己的行为来迎合他们 但遗憾的是 这种调整只是为了避免内疚 并不是出于对于学习的热爱 时间只要稍微一久 孩子就会想 我为什么要为你们的情绪去买单呢 第三需要 每一个感受的背后都有一个需要在这里面 那非暴力功当中呢 提倡关注自己和对方尚未满足的需要 会让自己的生活工作都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 第四是请求 那么为了改善现状 那我们的请求是什么 我们期待对方采取何种行为来满足我们 那这种请求必须是非常的具体可行的 不能够含糊呆糊 那么根据这四个要素 我们可以这样说 儿子 我看到门口地板上有一个篮球 我现在不太高兴 你知道妈妈是喜欢整洁的 我现在要去做饭了 你是否愿意把篮球收拾好 然后去做作业 好我们来拆检一下 第一句 我看到门口地板上有一个篮球 这句话是母亲观察的结果 没有做任何的评判 非常客观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第二句 我现在不高兴 这句话表达了母亲的感受 这个感受可能跟孩子没有关系 不是你这样做 我不高兴 只是表达我现在情绪是比较低落的 是不愉悦的 第三句 就是你知道妈妈喜欢整洁的 这句话表达自己对于整洁的需求 第四句 你是否愿意把篮球收拾好 然后去做作业 表达了母亲的请求 这个请求很具体 没有任何的奇异 把篮球放好 然后去做作业 那这样说完 孩子就一定会按照咱们的要求去执行吗 答案是不一定 但是这样的沟通 至少让你把自己的诉求表达清楚了 更为关键的是 没有激发双方的矛盾 这就为后续的可持续的沟通 垫里面的基础 埋下了可能性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